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2号星期二 纽约时报报道 纽约市有一名警察当中国的间谍 然后被抓捕了 这名纽约警察叫安旺 今年33岁 他是星期一昨天的时候被逮捕的 曾经是一名的巡警 现在的职务是皇后区第111分局的社区事务警官 安旺你听听名字 他是出生在中国的西藏人 后来规划了美国国籍 加入美国国籍 他曾经还获得过每月一警的荣誉 除了身为纽约市的警察 他也是美国陆军预备役的上市 有一些中国人来了美国之后 通过参军迅速加入美国国籍 部队退役之后是非常容易进入警队的 一般退伍兴人的话 警队是优先录取 其实不光是警队 你在美国你要参过军 你是属于这种老兵 退伍军人的话 在各个地方都会优先录取 学校也会优先录取 而且学校你好像学费什么的也都有奖励 反正只要你在美国你参过军 为国家服务过 都有各种的这种优惠 他看来也是他应该是参加了美国陆军 然后他是预备役的 我以前有个同学也是参加预备役 预备役就不用真的入伍 但是也算是部队 就这么一种感觉 因此他拥有取得高层机密的权限 因为他是预备役的上市 安旺从2018年开始 经常与两名纽约的中国使馆人员 进行勾兑 所以安旺在中国政府的指示之下 收集和提供有关纽约的一些 西藏人的活动讯息 并在少数民族中策反一些 为中国提供情报的一些 就是线人消息来源 安旺曾经邀请一名的中国官员 出许纽约市警察局的活动 为他提供与警戒高层联络的渠道和关系 2018年的10月 安旺有电话被FBI录下来了 在电话当中 他建议这名中共官员 炖的米饭好了 炖的稀饭好了 想一想 2018年10月 安旺在电话建议这名中共官员 一起出席皇后区一个新开幕的 西藏人的社区中心 声称可以在该处 物色一些可能的情报资产 这个是有电话录音的 纽约时报说 整个事件令人开始关注中国政府 对全美国的警察局有多大程度的 这种渗透 我觉得这种渗透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国 安旺查如果不是来自于中国的话 其实也很难 他要想渗透在美国出生的本土的 其实是有难度的 那么在9月22号 今天中国外交部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对美国司法部指控纽约一名藏族警察 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仪式予以了回应 他表示此举完全是美方对中方发取的一家之罪 去图谋 不会得逞 反正我们永远都是对此 我们的间谍被抓 以前叫什么金吴忌是吧 金吴代被抓了 我们也是不承认 我们反正都是这样 从来不救也不管 你死你活 你归你自己 你也别说唯一一个被抓了之后 我们还是倾全力去救的 就孟晚舟了 孟晚舟因为他实在是身份的过于特殊 而且他所掌握的这种情报和资源 实在是对中共危害太大了 所以中共是没有办法放弃的 因为一旦放弃了 孟晚舟要是心凉了 开始胡说八道的话 对中共伤害太大 所以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 像这种这种低级别的 这种炮灰型的 现在老共在这边搞的事情 其实很多 昨天其实我们也谈到了 关于美国 当然那期也不是在 在会员里边 我们提到得到了一些消息 就是关于美国 他们现在有什么 所谓的华人微信联合会 是去起诉美国政府 然后里边幕后有一些人的 这些背景和这些消息 对吧 实际上我觉得那种东西 你看一下标题 你就知道 你都不需要就是说加会员点进去 你看标题 你自己想一下 你都明白 背后肯定有谁在背后 对吧 你自己想想 对吧 所以反正这种事就是这样 大家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当炮灰 好吧 这一期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